你這150萬裡面到底有多少兒童疫苗 我目前沒有辦法跟 輝瑞沒有辦法講有多少兒童疫苗 但是你確定說希望順利這個禮拜可以簽到約 我覺得這個部分 衛福部應該要儘速有答案可以出來 今天把做法再重新公告給大家 要不然現在的確這些家長們很擔憂 這就麻煩一下 再來我想問第二問題 這部分就要請我們薛次一一起上來 就剛剛有提到兒童疫苗的部分 剛剛因為有關於Pfizer的部分 你就說還不確定 因為事實上5歲到11歲是Pfizer 是屬於輝瑞的部分 但是我有聽到說 你們有150萬劑已經確定採購到了 但150萬劑說裡面有包括兒童疫苗 可以告訴我們帶比例是怎麼樣嗎 跟這個輝瑞 輝瑞兒童疫苗相關的就是跟BNT 還有上海復興 還有因為輝瑞有這個兒童疫苗 這四方的合約是談起來是比較複雜的 但是在應該這個禮拜會簽約 這個禮拜可以簽約 應該啦 簽約之後的話就會有運送疫苗的排程 對 那這個排程目前還沒有確定 那你這150萬裡面到底有多少兒童疫苗 沒有就因為 因為部長 因為部長自己已經說啦 對話說裡面包括兒童疫苗 是不是有 所以其實很多家長都很關心 到底有多少兒童疫苗 因為我覺得這部分讓家長可以選擇啊 尤其一個是6到11歲 一個是5到11歲 所以其實家長們非常非常關心 因為多了一個年齡層可以打 所以大概這部分能不能告訴我們 有多少 應該是應該說是5到6歲 這狀況只有只有Pfizer可以打 只有Pfizer可以打 對沒錯 其他6歲以上是有兩種 所以大概有多少 目前沒有辦法跟 輝瑞沒有辦法講 有多少兒童疫苗 但是你確定說 希望順利這個禮拜可以簽到約 對 我們希望儘快可以公佈 因為我覺得這可以讓 還有說你們到底要讓家長怎麼選擇 問一下兒童疫苗BNT目前談判的進度 像我們有相關的一些合約的草本 已經送過去 那還沒有得到答覆 問一下兒童疫苗BNT目前談判的進度 像我們有相關的一些合約的草本 已經送過去 那還沒有得到答覆 有大學生希望可以維持遠距上課 你會認同的支持嗎 我想這是一個教育單位 就在怎麼樣學習 能夠達成效果的一個方式 我想由教育單位來決定 陳秀琪老師預估疫情高峰在四到五月 然後在月底三日破萬的話 醫療量能撐得住嗎 當然在破萬的情況下 當然我想會比較緊逼 不過目前這樣的一個預測 可能要兩個禮拜 還有一個觀察 看我們這樣的一個疫情成長的曲線 是不是過抖 我們盡量讓他能夠稍微平順一點 小朋友打半劑可以承受副作用嗎 劑量施打會再減少嗎 我想這都是根據相關的報告 所做出來的一個決定 那至於在不舒服看起來 在這個實驗的計畫裡面 看起來基本上都跟成人差不多 那施打時間會拉長變12週嗎 比較新少年 你說第二劑的時間 對 目前並沒有做一個明確的決定 先把第一劑先完成 我們希望大概是在五月初能夠盡快來上路 部長怎麼看現在有些議員 拿你的核銷當宣傳看板 您現在有開始支持你的看學員了嗎 沒有 部長怎麼看高雄宣布說 下禮拜就要開始打兒童疫苗是烏龍呢 我想他們大概以高雄的立場 希望能夠盡快 不過這都是要有HIP 因為我們現在 雖然是這個藥物在台灣是可以使用 EUA可以使用 但是它的利弊得失之間 那還是要有HIP委員來決定 請問像目前疫情發展到什麼程度 我們會再加研一些NPI措施嗎 在所有的裡面 當然目標裡面 現在還是希望能夠打疫苗 然後社交距離自主應變 把這做好 那輕重翻流當然是很重要 至於做要在整個社會面裡面 怎麼樣來加研 除非很不得已 那否則我們希望盡量朝向正常生活來做 有些家長對於黨莫德納有疑慮 想問家長如何判斷要不要讓海同市長莫德納 當然我們還是要有一個同意書 那家長可能在拿到同意書以後 有任何疑問 可以來諮詢等等的 那如果適當的話就可以來打 我們並不是強迫大家都要打疫苗政策一項 都採用所謂的一個志願式的 但政府有責任 把這個利弊之間 跟家長能夠說明清楚 讓他們比較能夠做好判斷 那副長想問一下 這次的疫苗有沒有規劃 量是有 那不過施打的時序 可能好像這次ACIP委員 也會有這樣的一個議題 做一個初步的討論 好 謝謝 環保署長帶船去那個海洋大會 但是有自然確診 目前了解狀況 我還沒得到這個報告 不過從昨天的帛琉來的 落地採檢有13人 那我相信那邊還是有一些隱形的傳播鏈在 好 謝謝 大家都在努力中 那部長還有聚個時間 如果說有可能會縮短嗎 現在是 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 下面會有沒有時程 但是會縮短到幾天 有沒有時程 這一步來就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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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